你好呀,欢迎来到泛泛365天能量提升的第74天 那春天到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自由之花,樱花的能量 如果说你想要做花精植物能量疗愈 或者是想要加入到我们打卡的行列来的话呢,欢迎来找我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上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樱花 小女孩在自由的玩耍 那樱花的能量呢,是神圣的爱,宽恕,温柔,浪漫 铭记纯真实刻,瘦身的这样一个能量啊 它告诉我们要放松身心,忘掉曾经的伤痛 记住你是神明的心头至爱,是一个天真无辜的孩子 在樱花的祝福下,我们的生命绽放出魅力,纯洁,自信,优雅 同时这张牌也是在提醒你,你是美丽和可爱如初的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在做一些跟你本来的想法背道而驰的错误的行为的话 那请找回最初的你,就像初春的阳光可以轻易地除去陈旧的蜘蛛网一样 那我们大家可以闭上双眼,去想象白色或者粉色的樱花在蔚蓝的天空下 在明亮的阳光中轻轻飞舞,旋转,落地 整个画面看起来,仿若身处童话世界 这个世界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那此刻你感觉到这个世界的智慧和愿景在与现实重叠 虚化成了一个美好永恒的新世界 此外,你的精神和肉体如果有任何负担的话 那么请记住,现实世界的一切物质形式都是错觉 最终都会化为虚无,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 知道了这一点,你就不会再为这些虚无烦恼 就像阳光下的阴影一样,它们总会消失 所以请原谅你自己,忽视那些自暴自弃的 网自菲薄的念头,要学会去原谅别人 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去惩罚自己 一定要放下烦恼和恐惧,相信一切都是完美的 放下那些多余的义务和职责 千万不要庸人自扰 不要去包揽太多的工作 要学会管理自己的生活 自我感觉舒适的状态是最佳的 不要过度自责,也不要过于挑剔 放下城市物质的束缚,去保持家具的整洁 不要限制你的信仰自由,养成良好的习惯 去除掉不健康的关系,变得自信,自由 下决定的时候,请选择那个能给你带来自由和轻松的那个想法 一定要活泼,快乐,自由,自然 如果你对樱花特别有感觉 想要做连接做疗愈的话 也可以来找我 关注范范,每天一起能量提升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